海德堡要理问答 是属灵教育的指南 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 问题七十 基督借着他的血和灵的洗净 是什么意思呢 回答 就是我们因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牺牲所留的宝血 使我们的罪从上帝那里蒙赦免并得自由 并且也借着圣灵的根心 成圣做基督的肢体 以致我们可以越来越在罪上死 过圣洁无瑕疵的生活 在今天的问答当中 我们提到了耶稣基督的血和灵的洗礼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受水的洗礼 是因为借着这样一个洁净之理 来洁净我们的罪 但是真正的洁净不是因为那个水 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为我们在石架上流出 因他所流的宝血 因他所舍命的这个石架的救赎 我们才能够得救 所以不是那个水洗的那个水 这个洗礼 让我们得为洁净 或者说因为接受了洗礼 我们就得救了 乃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当我们讲说 接受洗礼之前 很重要的就是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救必得救 然后呢 我们说 幸而受洗的 救必得救 所以在水洗的过程当中 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那肯定呢 这个洗礼再怎么洗 洗再多次 都是没有太多意义 也都没有任何作用的 那只是一个外表的仪式而已 重点是在于 我们内心要接受了 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 赦免了我们罪 涂抹我们这些过犯 那么灵的洗礼是什么呢 灵的洗礼是 借着我们在 接受圣灵的 这个历程过程当中呢 我们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更新 我们不仅仅只是 在一个宗教礼仪上面 透过水洗 说我宣告信了耶稣 也不仅仅是 有耶稣的宝血 来涂抹我们的过犯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生命 还要继续的存活 要继续的在生命当中 来呈现出 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 并且呢 我们也是继续的 要在世上存活的日子当中呢 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 所以呢 我们在灵里面被更新 我们继续的 是靠着圣灵的大能 在我们生命当中 活出美好的见证 也因此说 我们的洗礼呢 不仅仅是有水洗 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和圣灵的洗 来洁净了我们 来更新了我们 使我们在基督里 成为新造的人 借着圣灵的带领 让我们持续不断地 在世上存活的日子当中 做那美好的见证 在这样一个生活见证当中呢 我们就必须不断地来 倚靠圣灵 也因此呢 我们接受了灵的洗礼 就表示我们长时期的 是浸在圣灵的光照当中 这个洗不仅仅只是一个 外表的好像水冲 或是水浸而已 更重要是我们沉浸在 圣灵的光照底下 宝血是涂抹我们过犯 圣灵的洗 是让我们常与圣灵 有美好的交往 并且透过圣灵的感动 与带领 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出那美好的见证 所以基督徒不仅仅 有这样一个水洗的仪式 更重要在灵里面 是接受圣灵的光照与带领 在救赎上面 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 宝血的捷径 这样才是真正的洗礼的内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